嘩!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 現在37歲的無線一線花旦高凱寧了 2008年參選港姐入行 打拼了15年後終於憑電視劇《新聞女王》彈起 今年1月在萬千聲輝頒獎典禮首度奪到最佳女配角 在中港兩地的人氣都急升,聲徒一片大好 最近高凱寧在內地綜藝節目無限超越班有份量上 期間她自爆入TVB至今竟然是未獲分配到個儲物櫃 在節目裏面,高凱寧見到儲物櫃,說TVB會分配儲物櫃給藝人 她說:「但是我等了15年,我都沒等到這個Locker 因為我入行的時候,他們跟我說要排隊 因為Locker就這麼多個,但是那些藝人很多嘛 所以我就說好,我就備選名單排隊 然後排了15年,都沒等到,可能已經排不到我 就直接被其他人阻 雖然她感到被冷落在儲物櫃分配上 不過高凱寧的工作機會是源源不絕 不單只參與了很多內地綜藝節目 還即將開工為TVB的新劇《武林》 有這些機會看來,公司對她的賞識和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新聞女王除了令高凱寧在香港人氣急升之外 同樣地在內地也收獲不少人氣 最近更經常獲邀參與多個綜藝節目錄製 曝光率相當高 而最近在節目今晚開放默島 她就開心大港,奪得最佳女配角的想法 即然有人問她加入了TVB15年才拿到這個獎 應該覺得這個獎特別珍貴 她笑言,其實都不錯啦 獎項就是對你過去的認可 而她處理獎項的方式更加跟大部分藝人不同 好多人都說了拿了獎之後 喜歡將她放在家裡 最顯眼最當眼的地方 我偏不擺 我喜歡隨身攜帶 雖然現場沒有拿出真的獎項做展示 不過她只想跟大家說 真的那個我放酒店了 你知不知道萬一隨便拿出來 碰著怎樣,不行 對獎項作出強力保護 高凱寧生在南京,長在香港 因為媽媽是南京人,爸爸是香港人 她繼承了父母的優良基因 有小就有美人披紙的影子 嬰兒時期臉上紅通通,還有雙峽下,好可愛 學生時期,高凱寧身姿高挑,收場的身材線條流暢 肌膚白色緊致,身形萬妙 天真可愛的笑容 眉眼間流露出一股聰慧和自信 令她成為校園女的女神 21歲那年,在家人朋友的鼓勵下 她勇敢參加了港的選舉 果然,憑甜美笑容和澳人身材 高凱寧獲得第四名和旅遊大使獎 同年,她被TVB 簽約成為旗下藝人 正式踏入演藝圈,不過沒有受到重用 因為她身材火辣性感,掌上又很有女人味 所以TVB 給她的角色總是所謂的女性公敵 15 年來,她基本上是TVB 的羽用狐狸精 在讀心神探女,她是幽孕已婚上司的梁思敏 發正先鋒,三女,她是靠上司包養的小三 發望追擊度,她是純情可愛 年輕貌美的律政司實習生幾無知 Mising Lady 道,她是掌上甜美 想嫁入豪門的一位產品宣傳女郎 就今,高凱寧成為仁平上的小生或惡女代表 被扣上了一頂米神的帽子 一隻無形的手在編排高凱寧的命運 由於胡黎晶角色演太多 高凱寧遭受了各種輿論爭議 網友的各種評論,嫌她身材不夠好 臉也是靠整的,在鏡頭前顯叛 同時禍不善行,她的父親因為買假貨被捕 媒體抓住機會燃起洪洪八卦之火 各種手割她的性感過往,燒得她失去自我 為了得到更多工作機會 她迎合網友的的言論,開始瘋狂減肥 結果越減越嚴重,導致脫髮 甚至有了抑鬱症狀,整日吃不好 睡不住,冷不冷就哭泣 幸運的是,她有母親的支持和鼓勵 令她重新找回生活的方向 透過健身房和朋友的陪伴 高凱寧逐漸由抑鬱的陰霾中走了出來 一有不好的情緒苗頭,她就去健身 打拳,發內心的屈滿 這些令她有了堅持的力量 要為自己的夢想而奮鬥 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 爭取更好的機會 證明自己的價值 功夫不負有心人 不再自願自艾的高凱寧 亦逐漸獲得了一些重要的角色 在天梯上飾演三儀太鄭艷平 在TVB的台慶中得到了飛躍進部長的提名 在洗途恆者上和蛇絲曼合作 飾演了一個臥底警察林欺美 令觀眾感到驚艷 在愛情食物年度,她上升為女以好 飾演外表漂亮美麗,身材嬌人的高貴婚 在不識撒嬌的女人上,她是游情似水 並說聰明的甜蜜,盡情釋放性感女神的魅力 在爆火劇《三十二以女》 她是海王趙世賢的正牌女友趙靜宇 一出場就貢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 以沉穩幹練,氣場強大的港女形象 老獲了全國觀眾的心 有媒體訪她時厲害問道 出到這麼多年來,還是出演狐狸精一樣的配角 你會不會感到自己很失敗? 高凱寧自信楊光地笑著 只要有公開,就一定會全力以赴 一直以來,不論女一、女二、女三、女四都會一直做下去 我的前輩蛇斯曼和我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在戲裡面沒有一個演員是配角 你演這場戲,你就是主角 你演好了對整部劇都是有幫助的 記者聽完,眼神一亮,隨即表示讚許 也跟著高凱寧一起明媚地笑起來 因為美貌對於娛樂圈來說 只是可以利用的基礎優勢之一 好看的皮囊,也只是高凱寧扣開演員之路的敲門 一種富有生命力的美,才會真正成為明星的閃光點 或許,這就是高凱寧憑新聞女王飾演她詩情 拿了最佳女配角獎真正的獲獎原因 因為她已經有阻礙自己的能力,工作專業且拼命 感情上清醒自知,性格上直爽出盛 在拍《新聞女王》那時,她沒有接觸過新聞報道 便一接到劇本,就每天看新聞,學習她們的語氣 沉浸色共情許思情這個角色 會去想這個女生的語氣,眼神,走路是怎樣的 會去做設計 她飾演出一個新時代的女性 毫不遮掩地利用自己的身材優勢 吸引好色投資商 用充滿性暗示的表現拿下目標客戶 取得重要文件 她看似風騷,不擇手段 實擇底線分明 她無據他人眼光,考用即場智慧 看清前任領導指之或大餅後 果斷反水向對手陣營投城 她敢於擔當 再消息完不確定 沒有一個人敢播首富去世的新聞時 碎棄地採下一句 I have nothing to lose 直接上場開播 你,就有了我們討厭不起來 但是越看越喜歡的角色許思情 隨卻忙碌的工作外 高海寧在生活中 亦是能量滿滿的一個人 走下來就到處去旅遊 找個小島放空自己 她說,偶爾找個角落偷懶很重要 她盡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2020年最後一天她去跳了滑翔傘 她不再在乎他人的審美評價 而是美得好健康 高海寧真正活出了自己的座右名 Life life before life Leaves you 用生活影響生命 回首當下,高海寧由靠美貌出圈 到患過憶鬱情緒 再自知死地而後生的人生經歷 她的身上,生活是一個動詞 只有行動起來 才能真正享受自己的人生 在光芒萬丈的背後 美貌和智慧兵全 都是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 無人能夠隨隨便便便取得成功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 我們下期見啦